但是实际上那个事件 西方媒体 他就把你看成是个爆料的人 因为你给西方媒体讲了一些 重庆事情的内幕 其他的重庆人不敢讲 他敢讲 你能不能给他介绍一下 他在薄熙来事件中 他为什么要出来 为什么要爆料 我想这个主要是 他自己首先是这么表白的 他说我自己 并不是说是和薄熙来 有很深的什么交情 因为外面有些人就这么传他 说他和薄熙来 他们有很深的关系 很深的交情 而且他在重庆有一个企业单位 叫做陪都文化公司 陪都什么什么公司 就是陪都文化这样的公司 是一种以文化 但是实际上是个企业单位 谈文化的企业单位 后来比较衰弱 但是他能够在重庆 能够建立起这样一个公司 他是为了一个主持人 还有一帮子人帮他 还据说出来的 有些人说他出入都有 有人帮他开车 什么这么多 还是蛮不错的 有一段时间 所以说外面就有这份一个印象 他似乎和薄熙来当局 在重庆主政的时候 薄熙来当局有某种关系 或者说薄熙来是相当强烈的支持他 他说这个是完全是一个外界的一个误会 但是他为什么能报这么样 他说实际上是这样 他在重庆 就是包括他可能是他那个公司 也请了一个顾问 正是薄熙来里面的一个高官 非常接近最核心的 知道很多秘密的 但是有和王康的私人关系很好 在他里面和王康的关系很多很多 好像是在他那个文化 那个什么 陪陆文化公司里面担任的什么顾问 和主任时代的一个职务 所以王康的那些爆料的 那些所有的材料 主要就是从这一个人来 不是说是他这个公司 他怎么样 这是官方的公司 他不是官方的公司 他是个民间的企业 但是呢 是因为有这样一个人 所以就进来 因为这一点呢 我也帮着原划 因为包括很多人 王康都有看法 他说好像是 好像他说 我说王康不错一个 我跟原人介绍的是 原人说 他好像不对吧 我是看了纽约时报 专门讲的 这是纽约时报 白纸黑纸印的字 他是什么什么 他是和薄熙来这个政府 重庆政府有什么关系 甚至他讲了什么什么话 所以我都没法说服 吕先生 就是说 就说明基本上外面的 普遍的印象 认为他当时在重庆 组建那个培都文化公司 似乎是和官方的关系比较近 因为他毕竟要投钱嘛 是不是那个钱是不是 他公司 我想那个文化公司怎么赚钱嘛 好像是 现在我都搞不清楚 就是他经费这些是从哪来的 或者是怎么样 我也不大清楚 但是总的来说 他可以知道一些内情 一些秘密 而这个秘密 据他的介绍 就是那一个人 那个人是和薄熙来的 个人事人关系很好 而且是担任某种紧要的职务 和核心圈子是接近的 所以说知道什么情况 他说其他人不敢说话 中国知识界这些都是怂嘛 不敢说话 那既然外界要了解这个情况 我就来说吧 我知道情况我就来说 他就说他是出于这样一个看法 来报的料 来说的这些情况 但是他特别不喜欢 人们把它看成是爆料者 所以他就在这个 别人说他是爆料者的时候 他屡次强调 别人称他为民间思想家 民间思想家 这是在这一段时间 他说的最多的 我想他的 这个在我们那个 明镜采访他的时候 那时候我办杂志嘛 我是跟他在老河的那个后院 我们俩聊了大概四五个小时 那个正义夫妇陪着他 我们在那个老河的大院里 从中午聊到晚上应该是 然后将近起码十个小时 我估计还不止 就说到爆料的 王那时候他说 他说中国像我这样的学者 没几个 我不是我不是爆料的 这个呢你提到这个人呢 姓于叫于军四 我估计是你说的这个人 这个人呢是一个 很神秘的一个角色 这个实际上呢 我所知道就是 他也不去问 你到底干嘛的 王康啊对这个人啊 他不问 他也不问他 他只交往 对 那么这个于先生呢 又很神秘 这个后来他们交往就很密切 他是从饭局上认识的 OK 他们才饭局上认识的 然后这个饭局上认识之后 这个于先生就经常私下里拜访 这个王康 然后呢就开始跟他传达信息 然后呢 王康实际也知道 他是博身边的人啊 那么有的时候呢 就对这个博提一些建议性的意见 例如说他把不要搞唱 打那个那个那个打黑的事情啊 比如说过了这个姓于的听 我想可能姓于的也转告过去来了 这是因为姓于的一个关系嘛 有的时候说王康是这个博士来的军司 也有这一说法 对就是当时是有这种说法 有些人是有这种说法 嗯对啊 说他是军司对 但是王康后来自己解释啊 我记得是 他说 这是中国的一次机遇 这是关系中国模式发展方向的一次机遇 像薄熙来这样的人 你说王康当时说了这个话 跟你说的是 这是一次机遇 他说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不来出来说话 就没法影响中国的方向 那么这个 你说的机遇是这个意思 我以为你说 他说薄熙来这个模式是个机遇 因为他说那个时候 薄熙来的事件 对 他说这个事件是个机遇 是个学者出来讲话的一个机遇 否则的话中国会 他不是薄熙来的支持人 从现在来看 那不是 对对 他对薄熙来的非常不认同 他不支持薄熙来的 但是这时候学者要出来说话 所以他抱的那些料吧 全部都是 基本上是对薄熙来这边不利的 包括这个古的这个 这个和这个海伍德的那些 私生和的事情里面都是他报的 所以他那时候疯狂的接受 各种各样的采访 对啊 要像现在这个标准 起码十个扰乱社会秩序罪 真是这样 他就是知道一些情况 而西方的媒体呢 西方的那个包括新闻界各界政界 恐怕就把王康看成是一个 第一个他是能够接近最核心的 薄熙来那边最核心媒体的 最核心秘密的人 那起码是和薄熙来私人关系很好 而且他能够爆这个料 这个事件在对整个中国的政治走向 都产生了影响 所以西方媒体完全把王康就看成这样一个 影响到这个政治变化的一个人物 一个爆料的人而已 但是当然了解王康的人知道他完全不是 他基本上就是一个 一直就想改革中国的这样一个想法 这个从八九年的时候开始就一直是这样 所以这个和西方媒体和这个 我们一般的中国人了解的王康 当然是有个很大的落差 而且西方这个媒体这个恐怕很难改变 这个他也不他不愿意去了解 这个人就先过去干过什么 过去想法什么 他不会想这些事情 所以对吧 所以对他来说他非常恼火 就是说他认为好像西方世界 特别是英文媒体 后来好像老是就是把他当成一个爆料人 那样的非常恼火很不高兴 嗯 所以这个这个这个我我们的标题说是天下大乱 薄熙来的东山再起也是我在 对他也是谈到的 当然他对薄熙来有一点呢 他认为薄熙来的能力在中共的上层官员里面 薄熙来能力是超出的 就是超出一般水准的 是比较能力比较强的 他认为这个当然是像习近平这些不能比的 等等他对薄熙来有这方面的一些赞许 其他的方面他政治方向他是完全否定 他觉得他会重新出山 他这个有这个想法 他会收拾残局 他也说是这样一种 对他觉得这个政治可能性是存在的 当时是这么看 他现在恐怕还是就是前一段时间 恐怕都还是这么看 因为中国的政治变化谁也不清楚 你变得有时候变得非常快非常突然 所以薄熙来究竟他的政治生命是不是完全结束了 很难说 对啊 这也是 君涛也是这个看法 我看君涛好像有一次也是觉得 薄熙来似乎还有他的政治生命的可能性 有这个看法的人不少了 不仅仅是王堪先生 对 这个我我们刚才啊 谈这个王堪先生呢 是出事这个陈奎德先生的 主要是他在讲 我偶尔插一句啊 这个 然后是谈的王堪先生 来美国之前 那么来美国之前呢 实际上主要是两段 一段是他在八九年之前的那一段经历 那个这段经历呢 主要是他在中国他独立特立独行啊 写这个电视剧啊 然后呢 最后被这个上层的人物所注意 那么这里面有三个人物 一个是博一波啊 博一波 是汪道行啊 一个是戴耀平啊 嗯 全部都是因为他那个电视剧被关注 实际上苏小康也是因为电视剧被关注 但是呢 苏小康的电视剧是被他们被王振 戴耀平这些人啊 赵紫阳这些人 搞了一场斗争 但是呢 我们看那个大道的电视剧 刚才你说的是上层的很多的看见 引起了相当的影响 但是他是不是 因为我们都出来了嘛 当时他那个大道 在国内公开放了吗 在电视的中央电视台放了的吗 还是在 只是在 只是在香港那个 阳光是 阳光电视台 嗯 叫什么 不是 是就亚洲亚洲电视吧还是吗 但我们我们我们没看过嘛 对啊 嗯 嗯 没有 不可不可能像核商这样是 完全是在 东 中共的 中央电视台 对 这是中央电视台的黄金时间 对呀 你想不可能是这样的 嗯 所以也不可能有这么大的 就 popular 就没有在民众中间产生这么大的影响 但是在政界人物中间 我们还是有些影响 对 就是他这个命运跟这个和尚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小康也讲过和尚的命运 就是因为上层啊 这个王政 看不怪 你这个公这个赵子 公公赵紫阳 也公苏小康啊 嗯嗯 那么他这个呢 就引起了这个 这个邓小平没说话 他是 他只要不说话 说明这个事情就OK了 那么这个博一波 那是亲自提字的啊 而且这个评价是应该是不错的 所以最后王大涵也因为这个知道他了 把他的通缉令都取消了啊 对 那么再就是王康先生在博西来事业中 他出现出场 那么我们现在在下一个问题 我们就要问请问这个 他怎么样的来了美国 他有这个我想 他到美国就是实际上有三次 最早的一次就是2008年 他和月建一两个人 月建一比他年轻了 就编辑嘛 你知道工人什么出版社的编辑 和他一起来的 但是我这说实在的 就在面对面见面 就是这才第一次2008年到美国来 然后在我们的这边来 大家谈了很多 真的 那个时候我的印象中间 他也蛮能谈的 就是谈他过去啊 现在的 但是我没有想到 他后来会 就会留在美国 因为他当时2008年走了一趟 正义北面 他们又开始到美国的其他地方 甚至做回忆到那个黄山 所以到处都走了一下 然后就回去了 当时我这印象中间 月建一边连接嘛 就非常的对王康 蛮崇敬的 蛮恭敬的 也说很多 然后 当时还怎么说 写了些字啊 Anyway 没有太特殊的印象 就是大家聊嘛 我不知道他后来 他后来2013年再来 就是比较长得住了 一年多半年 就是要组建了那个什么 我们后来大家知道的 现在的牛饼娘子奖 这个委员会要可以 坚持 在中国坚持 保护 守护 和 践行实践 那个良知的人 要发奖 这个是 这个钱主要是王康抽策的 大部分的钱 每年 每一次 就是一年一次 每次一万美元 这个钱都是王康抽策的 就是当时呢 我的印象中间是 似乎王康是也蛮有不少的企业家 愿意支持他的 而且他当时好像 好像对钱这些事情不在意 他觉得他完全可以筹到好多什么钱 一会儿说 说 没有问题 一会儿说其他什么什么 没有问题 他都可以去筹钱 他当时似乎是 我的感觉是 他和企业界的 有些朋友 是非常铁哥们的 是完全的 不顾自己 身家财产 都愿意来支持王康的 有这么一批人 所以说我当时觉得 中国还是不错 还起码有这么一批 当然不知道人数多少 但是起码有这么一批姐家 是愿意做这些事情 包括我们后来说的这个牛边 这是2013年 他再一次来到美国 就开始出现这些事情 要真正的做干事情 实际上还是 我们就 这个普林斯顿中国学生 他那个进来的名头的话 还是我写的一个腰痕 然后才到美国来的 等等 这个是2013年 2013年来了以后 他就谈到了他那个话 这事情 就是他那个大话 好气长流 这个话当然大家知道 现在我们很多 中国的人也知道 就是说非常巨型的 在人类历史上 我好像没有这么多 一千米长 高是有两米左右的高 两米多高 都是由国画的方式 画的中国抗战以来的 中国的这些英雄精英 在现在的历史上 主要是以抗战为背景 画的 这一千米长的这个大幅画展 他是 你就看到他的组织能力 这一点我觉得 我这一点非常佩服他 他能够把画家 十几二十个人画家 这些艺术家里 大家知道 各个都是特立独行的 各个都是你瞧不上我 我瞧不上你 这样一个情况 他把他 把这批拢拢来 然后来共同画一幅大画 一个人负责一部分 或者怎么样的 互相协作 互相整 这个事情搞了十年了 将近整个的这个画 这个是真是成了一个大事业 就是说他 第二次来主要就是为这个画来 要准备将来 要到外面去展出 所以说 他要彰显民国时代 中华民族的英雄 当然也画了共产党的 他当时不可能完全不 他就毕竟是抗战是国共两党 民意上是国共两党的嘛 主要的还是国民党 蒋先生他们这一批人 那些将军啊 还有这些等等 也包括文化人 也包括一些共产党的人 也包括毛泽东周恩来 这些人都有 是这样一个 是他在 这个画在2004年开始画 最初的原稿 当时还没有一千米长 八百多米长 是2010年在台湾的国父馆 就国父纪念馆就公展 当时是不得了 当时是本来还是要请马英九 出席剪裁 后来马英九到了临阵 本来约好的临阵脱逃了 他可能还是考虑到这个 真的 那实在是年战 去给提词 演讲 还有郝伯春啊 这些人去逢场 是这样一个 在当时在台湾引起很大的反响 很大的轰动 这个好奇长流 然后再是 2013年再到美国来 准备在美国再展出 后来 2016年再展出 等等 先是在华盛顿 做美国的首展 首次展出 我们大家都去帮忙 这边的很多朋友 因为那个画 每个要做很大的画架 你想一千米多米长的画 当然缩小了一点 都弄到快外来的时候 复印件 缩小了点 但是还是非常大 在这样做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 他能够组织这样的工程 这边还有很多人帮忙 当然这边的朋友 很多就是正义北民的朋友 也包括我们的朋友 几批人在帮忙 把他终于搞成了 是不容易 后来再到纽约 洛杉矶寻展 这个真是浩浩争气 穿越了台湾 穿越了大洋洲 大家说太平洋 整个的非常大气势 这样做的 这个事情是了不起的 王康 我想他一生的生命中 这件事情 我想是最突出的 除了他在 刚才说的 在90年代以后 他开始出山论调 就是说王道函给他帮忙 把他的通缉取消了以后 他开始出山了 一发不可收拾的 就拍摄了大型的争论片 就是刚才你说的大道 然后展示了中国的 宪政改革的一个蓝图 然后就拍摄一些 历史性的纪录片 历史性的电视片 就是一个是抗战陪都 一个是卢作福 一个是中美西部开发启示录 一个是重庆大轰炸 重庆大轰炸 这个我看了 拍的挺好的 因为重庆大轰炸 死了这么多人 居然中国的很多年轻人 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 那是非常悲壮的事情 中国的日本飞机炸重庆 有一次那个防空洞被炸塌了 整个人封城起来 几万人全部死在里面 三河岁月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他 一个是拍这些电视片 广播人间 另外一个就是说演讲 王康口才不错 他演讲 封城不斧到处去讲 有俄罗斯的道路 俄罗斯的精神与梦想 乌托邦以公开信 世界图景中的武士运动 帝国的教训与启示 高贵云美丽 俄国的十二月党人和他的妻子们 等等很多演讲 他这个演讲在中国大陆 九十年代中国大陆是一心耳目 很多人是非常震撼 这个人能够滔滔不绝地讲这么多 所以我这样提到王康他的精神资源 他的思想资源 有两个最重要的资源 一个就是俄罗斯的 尤其是白银时代 俄罗斯我们中国人 大家都只知道共产主义那套 那个列宁斯大林 这批批人下来的 这样一个俄罗斯的 实际上俄罗斯还有他很深的 那个东正教的 这样一批人保持俄罗斯的 基本的道统 他们的东正教的 这条拯救世界的道路 那批学者 王康研究的相当充分 所以俄罗斯的这些东西 是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资源 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说的 他家族的源泉 就是儒家的思想 这是王康思想的两个重头 两个基本的源泉 另外一点 就是最前不久 王康已经受洗 成为基督徒 成为了耶稣的信徒 这一点 我应该说 是我亲眼目睹 看见王康 自从2008年开始 到美国来 一度三度 然后是2008年 2013年 2016年 2012月来了以后 就回不去了 我们待会再讲 他来到美国 一步步的看到 他怎么被基督教所感化 当然这个东西 我应该诚实地说 除了他自己的思考以外 另外 正义先生 正义是他的最好的朋友 他住在正义家 住了一年多 两年 一年多 正义是基督徒 正义是信教的 正义我想 包括我们平常 大家在交谈 使得王康的思想的方向 我们刚才说了 他国内 他基本上是以 这样一套思想方式 这边到了美国来以后 逐渐的基督教这些思想 以基督教的文化传统 逐渐的进入了老康 所以说 刚才说的两个资源 一个是俄罗斯的精神资源 一个是中国儒家道统的资源 再一个到了美国来以后 基督教的思想 就是说现在 王康的基本思想资源 最重要的就是这三方面的 一个是俄罗斯的 一个是新儒家的 一个是儒家的 不能说新儒家 一个是儒家的 一个是俄罗斯的 另外一个就是基督教的精神资源 所以这是他现在的 支撑他的精神生命的三大资源 他现在会合成王康的 基本的那个思想 思想的主要脉络 就是这些东西 是这样一情况 我们因为回过头来 就讲到这个事情 到了美国来以后 在美国来的时候 在我看来最主要的就是 他在这方面的 基督教的思考更多了 他曾经他有一个梦 想做一个 就是他要和他认为 比较谈得上对手的 基督教的朋友 来进行一个对话 好像他代表儒家的这个想法 基督教的这边的思想界的朋友 另外一位 来和他一个深度的对话 一个场面 好像做一个大本书一样的 这样的看法 这边我们有一个朋友 叫王志勇 他也在主持一个教会 也用英文写了好多基督教的时候 他本来想 这个我认为是政法大学的学生 但是没有时间了 就是后来就不行了 我当时就这样也没提过 受洗的时候 也是王牧师吗 王牧师 王牧师就是王最王 你知道 把政法大学的学生吗 对的对 过去是学法学的对 在新华门前被打的头部血流的那个 是是是是是 然后那个89年的时候 他是在新华门前被打成头部血流 后来原木还撒谎 说没有伤任何人 对啊 后来我去这个王君涛啊 陈子明啊 我们几个人一块去他的宿舍看他 然后那个血衣还挂着他的那个 他住那个上下床嘛 那个血衣还挂在那个上床的那上床的上头 嗯 后来很多年以后 到美国呢 他一次叫我 他传导说 我说你是谁啊 他说王自勇啊 哈哈哈哈 他现在干的不错 他主席的教会 干的风声碎气 他写了好几本书 对 周本的也有 还有英文的书 写了这么厚一本 那个 那个教的那个思想的书 对 挺不错的 他美国学神学院 法律的改正学神学 对 嗯 他有这个法律背景 我看到他写的书 他送了好多本 他这写的 每次写一本书他送 嗯 他有法律背景 他来搞基督教思想 他比别的基督教 要多一层东西 他有些方面是比较深入一些 因为我 我自己本身 比如过去一层就比较有兴趣的 就是 现在的所谓的西方的基本制度 就是所谓的政治制度 自由民主制度 所谓权力制衡的制度 本身在中世纪 在基督教一个教会的格局 正格局中间的产生的方式 和后来他好像一个批胎一样 发展到这个现代的社会 他中间有些人在研究 但是我还没有看到一个非常 你研究的非常的 精细完整的达不头 就是说 他那个制衡的制度 怎么样发展到 后来的这个 世俗的那个政治制度上去 就是教会里面的 这一套制衡的制度 发展到后来的世俗社会里面 这套东西 我想你学法学 你应该知道的更多 然后这个三次来美国 然后最后一次 最后一次是这样 他就是要在 本来在台湾 在这些 开展的很成功 就是他的主要就是 那个好奇长流这个话 他要在 希望在全世界 特别是在美国推广 然后要准备在这边 找这些朋友 怎么样安排 我们去找人 怎么样在美国展出 怎么样等等 这个消息就是被 这个中共当局知道 大陆当局知道 大陆当局 我都看了那个新的 大陆当局就拖了一个 他的一个朋友 等于是转的一个东西 一个一个微卷就是微信 那给他讲的就是说 你不能在美国 不能在华盛顿去展这个话 如果展的话 你恐怕就 回来就有问题了 你就不能回来 就是威胁他了 就是通过他的一个朋友 做中共的那个转告的 我看那个微卷 我看了那个东西 他说 我不能 我就是他这次来 他说我这次最重要的 就是要展出这个好奇长流 这个东西 他说他当然不接受这个要挟 这个就是说他后来就 大家就判断 他如果是做了 他一定要做 要展出 他如果做了这个展出 他回去就有问题了 他回去就肯定是有危险了 所以大家劝他不要回去 他也觉得 不能回去了 这回去是一个危险 肯定回去就要被逮了 所以说就是因为这个东西 就是那个封信我都看到了 就是由于这封信 这个东西使得他没办法回去 就留在美国 然后再办了 在美国的手续 经济他他们 大家的帮忙 把他那个美国的身份 搞定就是这样 就是2016年第三次到美国 就回去了 这个 就是把 这个 威胁他是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呢 就是用这幅画 就是这幅画嘛 这个画 他们还是 你看王康的画这么多人 本来看起来好像在国内还某种活法 他们搞了这么多年 搞了这么长的话 但是没有在中国大陆展示过 官方还是有意思期待的这个控制 还是考虑到这个东西不得了 因为你弄了这个东西就是很明显的 大家一看这个画 就清清楚楚这个抗战 和你中共宣传的那一套 是完全不同的途径嘛 那当然主力就是几百个将领 他这个画子比较清楚 几百个牺牲的将领都知道怎么怎么 当然主战场都是国民政府的打 因为共产党只是一个陪衬 一个配角而已 这个东西是和中共的那个宣传 是完全不大尬的 所以说他们可能在国内还是做了很多努力 但是一点都没有办法 一点都不可能展出 所以后来他想办法 不知道专了一个什么工具 把那个画 这个也是一个缩影板 弄到台湾去展出 那是2010年 还没有完全完成 还是800米长的时候 但是后来就是1000多米 所以这个情况 基本上最后他不能回去的 主要是 这个画的问题 他这个画他一定要展出的 后来也确实展出了 影响还蛮大的 在华人们展出就是手展 然后再到了西部 再到了纽约 是这样一个情况 当然了 有些朋友 有些朋友在说 王康 这个画 这个牛的美国是不是明智 是不是说他都完全不可能回去了 有些朋友是这么说 我说我 据我看到的这个整个的他们的情况 他们的和国内的交往的情况 他回去确实有实实在的有危险 因为有些人说 你既然在画的国内有画了这么久 虽然没展出 但是画了这么久 弄这么久 还是半合法的状态 为什么现在就是说 就完全不可能回去了 或者说怎么样 有些人还也提出过这样一些说法 不过据我看 他的危险性概念要大一些 就是说回去以后 他肯定没什么好果之事 这一点 比如如果人从当时你作为你自己 如果做这个事情 面临的这个百分之五 起码是百分之六七十以上的 可能性回去要被被抓的话 恐怕大多数人的选择 可能也只能说 王康一样 虽然现在有些人 有些觉得他有点滑不来 也就是说这个留在海外了 后来又生病了 等等 好像是 这个东西随便意料不到 第二个就是留在海外了 认为好像不可能像他在国内 发挥这么大的作用 这个历史的大势 有些事情根本你不能判断的 就是说你究竟在 实际上我刚刚如果在国内 那个习近平在上台了 他还能起什么作用呢 所以这个 这些偶然性 我们都没办法判断 当时做了这个判断 做了这个决定 那就只能按这个决定的逻辑的要求 我像你怎么做 做是什么 不过我从他的接触来看 虽然他在海外有时候 毕竟还是有些不方便的地方 也没有 就像我们出来一样 当然我们就比较早了 从来没有想到过 甚至下半辈子 你要当美国人 要在国外渡过 从来没想到过这个 没有做这个准备 王康当然更是这样 他比我们年纪更大的时候才到美国 所以毕竟有一些很多的不方便 和这个的地方 但是呢 他当时是面临这个危险的情况 恐怕也是 而且呢 他在海外 他还是吉利 他这个人我看得出来 我这种书生还不大一样 他还是一个行动家 他还竭力做各种事情 竭力要做好多好多事情 他是一个进不下来的 他关注现实政治 关注现实政治 包括刘宾演讲的这些 他都是还是 至今都是充满了热情 一定他是最重要的一个推动力 包括经费啊 这些有时候困难的时候 他 大家都觉得啊 不行了吧 现在怎么样 他都全往百里 再去筹筹 再去弄 他是一个行动家 这个刚才你谈了 王堪先生思想的三个资助 这个儒家道徒 加俄罗斯的 再加上基督教 那么我也看到这个 正义先生啊 在他的七十岁的这个 庆祝会上的一个 养啊 那么那就提到了这个 说王堪 对中国传统文化 重玩 啊 序绝啊 的坚守和发展啊 是啊 如同啊 如对儒家文明和基督教文明前景交融的期盼 那么等于是他 你怎么解释就是说他这个思想贡献 你能用出你的角度 你给他归纳几条 告诉大家 王堪这一辈子在思想上 他你就他有哪些主要的贡献 他就是认为 中国现在一切灾难的原因 中国越好多 都是由于放弃了 或者毁掉了 中国的比较优秀的 优良的一个传统 主家的道统 这个道统 它不 它是涉及到种种方面的 不光是说是在家庭伦理 还是什么伦理 包括整个的社会 整个的发展 整个的 他是认为儒家可以 为世界 起码是为中国 完全可以造成一个非常良好的社会 而且当然他还希望能够和 包括现在西方的主流的基督教文明 两者能够怎么样交融 他就希望孔子和基督握手 儒学和耶教相融 他认为这是世界大同最高的境界 这也是他的梦想 当然他说 他不一定看得到这一天 但是这是他觉得 因为谈到这个东西 你也说是我们很难 我给他很强有力的论据来支撑 说是儒家在现在 是不是按照过去的这样一整套学说 他就能够适应现代世界 现代社会 然后发展出他的整个的一套新的东西出来 我经常在说 我说如果是这个文明之间 它是各个孤立的存在的话 是每一家都有他自己生存之道 他毕竟经过了这么几千年的发展 三千年的发展也好 怎么样的发展也好 两千年的发展 他有一套顺应这个土地 这些人民 这样一套生活传统 文化传统 他有一套的基本的生活习惯 已经是证明是可以守得住 可以流传的下去了 我说关键的问题在于 后来各个所谓轴心时代的各个独立的文明 空间交流了 他接触了 互相之间要有比较了 事情就来了 你没有办法 你和基督教文明 基督教文明发展的情况 尤其是在十八九世纪和武教文明接触 以后 他人嘛 大家都是人 他要开始各自发展的时候 他没有一个比较 他不知道其他的还可能像这样走 还可能是这样走 但是他发现了 其他的文明这样的一个生存方式 你看开出的乳生 很多人看到了到了英国去 到了美国 美国去 到了什么欧洲去 到了日本去 发现了别人这样 他觉得完全 哎呦 这个简直是三代之治 他认为 那个生存方式 简直和我们祖先认为最美好的三代之治 就是最古老的这个三代之治的时候 最理想的状态 一样的了 大道之行 天下为功德 等等 他们 所以是人有比较了 你就没有办法 文明就是在空间上 接触了 交流了 他就有一个称嘛 就是说 我经常说 有一个人性是共同的 很多人性 我现在大家是强调差异 我要强调人性有些共同点 就是人同此心 心同之理 他要觉得 哦 这样好像坐汽车 是比走路要好一点 或者说有空调和没有空调 要不同一点 或者怎么怎么样 这个东西 每一个人 任何一个人 他都是一样的判断 我想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所以说同样的 只要交流了 只要是看到了 这样一个文明之间的差异 他就有一个 哪一个好 哪一个差的问题 他就不是说 老军现在 不可能有其他的生存方式 只有这一种 政治生存方式 经济生存方式 文化生存方式等等 他就看到 还有可能有其他的可能性 而且哪一个可能性 可以互相比较的 而且这个比较是 和人性的共同点是一样的 人的共同 人性之 共同性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东西 他就认为 好像觉得 辱家那套没有什么缺点 基本上没有什么缺点 可以完全的 适应当代的世界 当代的社会 当然这个东西 我们就说不清楚 但是我和他在 这个亚洲电台 这个编程里面 我提到这一点 我想 包括曾益亚 他们过去 他们在社会 政治思想上 都是和王康比较接近的 但是那天 曾益亚说 他还比较赞同我的观点 我说 我说不要提他这么多 就是他 有了空间接触以后 有了比较以后 人们的这个选择 出现以后 你怎么办 你是不是说是 要强制他 不让他 向这边走 或者是说 怎么样 我的想法是这样 就是说 我照目前来看来 我一个基本的想法 就是说 恐怕在现在世界 大规模的接触以后 在政治的 经济的 这样一些生存方式上 大的这个 恐怕没有办法 你大部分的人 或者大部分上 要趋向于 某种基督教文化 发展出来 这套东西 但是在 个人修行 家庭伦理 这一方面 主要一套 他还有相当强的生命力 大家还觉得 他有相当多的优点 等等 也就是说把这个 政治生存的方式 经济生存的方式 和一个小范围的 又用那个 请问他们话 是小 小共同体 和大共同体的关系 特别是在 家庭内部等等 中国的那一套 发展起来 几千年发展起来的东西 他还是有相当的 大家觉得 还有相当的合理性 就是说这两套 伦理关系 不要把这个 家庭的关系放大 放大到一个 政治共同体里面去 就家长制的 所谓的 那是在现在的世界上 行不通 而且是必然的失败 我说其实也不要讲 这么多道理 我跟王康伦辩论过 最简单的就是说 现在台湾人的生存方式 我们大家看到 台湾的坚持的 中国的儒家传统 比中国大陆要多得多 好得多 但是台湾人的 他的政治生存方式 他的那个基本的 经济生存方式 政治生存方式 他和其他的西方国家 差别已经不是根本上的 已经不是很实质性的 也就是说 这个大的 就是把政治的生存方式 和就是说 家庭的生存方式 个人伦理的 那些基本要求 这两者之间要化开 不要把那个中国古代的 大宇宙小宇宙 大宇宙就是小宇宙的放大 这样一套东西 现在包括Hike 他们大家都说这一点 尺度 不要看见 好像只是个尺度的问题 尺度要影响根本 不能把一个小尺度的东西 它的建设 它的发展起来的一套 能放大到一个 完全就像市场一样的 完全大家是陌生人一样的 一个大的尺度的 社会范围内 那一定会造成 巨大的冲突和悲剧 所以说 现在的 我想实践证明 台湾 它就走出来的就是 它是在一个儒家的文化体中间 生长出来一套生存方式 它有大的 小的生存方式 现在证明是走得通的 而且和世界的其他的 文明之间是没有什么格格不入的 一定要发生冲突和战争 这样一个东西的 没有这个情况 而且它的整个经济状况 这些所谓亚洲思想的文明 都属于主要文化圈 还发展得相当不错 在世界上还算优秀的东西 所以说 我说这个实践就很清楚 说明问题 就是中华民国这一套东西 虽然过去失败了 就做了很多失败的尝试 会有很多问题 但是逐渐逐渐的调适发展到了蔣经国 它解除了报警党经以后 到了现在这套发展方式 就说明这套文化是完全可以和基督教文明的那套文化 两者之间有没有一种一定要发生你死我活的血的斗争的这个可能性的 没有这种可能性 他认为是说是他很瞧不起台湾的这个东西 所以他觉得这是一个小地方的东西 不足以 说你任何问题 而且他也对台湾很满意外不好 因为上次去访问 他把那个化展拿出去访问 好像 不知道怎么 他感觉不是太好 台湾的影响不太好 他觉得样本数不够 样本太小 样本数不够 太小 而且对好像觉得马英九这些人 说好的 他本来还比较推崇马英九 或者是考博春 但是像马英九 他觉得好像 你最后就没有担当 不是中国士大夫这种 那个堂堂正气的 那个是 对千万人 无往里这样一个 态度 而且到了政治计算的时候 一算了 好像还不行 就不敢出去 本来答应了 要出去他那个 开幕式的 就是他说 他好像对这种 就是说没有 鲁家士大夫那种 非常堂堂正正的 那个像梁树明这种 硬骨头硬起来的 他觉得不行 总之他有 这个基本的真心印象 那么这个 俄罗斯这块呢 我印象最深的 就是跟我聊天的时候 他嘴里头 弹出一串 一串串的名字 弹出一串俄罗斯人的名字 这个 他的这个 从俄罗斯那块里头 你觉得他 稀求了一些什么东西呢 还是神圣性的问题 所以说他和 后来和基督教文化 他为什么没有这么大的格 能够接受 俄罗斯因为他还是有 非常深的那个宗教精神 就是这个 中正教的精神 这个东西成为 俄罗斯的命根子 所以他比较推崇 所有人力气 因为所有人力气 你知道是东方主义的 他其实对西方 对他是不敢 比较看不起的 所有人力气 他不像萨哈洛夫这种 萨哈洛夫这种 现代科学家的 那个异议分子 他又是和 所有人力气 他们是把所有人力气 抬得极高极高的位置 就是 好像是胜责的位置 而不大提 萨哈洛夫这些人 这也可以看出他的 进行 不过俄罗斯这种 离我们所有的这些中国人 某种意义上 都受到俄罗斯文化的 相当深的影响 你要知道我们的整个的教育 从小学开始 做的教育 就是和俄罗斯绑在一起的 就是因为当时只有苏联嘛 苏联他整个的 他后来因为斯大林 打二战的时候 过去是把意识 在压倒的 把俄罗斯 俄国传动不提 但是一旦打二战开始 希特勒的大军 把他打的 打得一塌糊涂的时候 他知道要 要调动民族精神了 就是把那个 俄罗斯的古代的 一些所有的先行 那确实 俄罗斯有相当 优秀的人物 把调出来 所以这个就一发不可收拾 到了中国和中国关系好了以后 整个苏俄的那些东西 连带着普希金 托尔斯泰 托尔夫斯基 这一套的 俄国的古典的 其实实际上主要是人文方面的 也特别是主要是文学方面的 这些人 对中国人的精神影响相当大 但是这些精神 虽然不一定是 所谓自由主义的精神 但是它是人道主义精神 你看托尔夫斯基 我们所有的人潜移默化的 说到托尔夫斯基 托尔斯泰这些人的 实际上影响 其实是相当大的 你自己不觉得 实际上我们的精神底层 从俄罗斯的影响相当大 因为中国没有 没有那个什么宗教 而俄罗斯有相当强的宗教感 相当强的宗教感 就表现在他的精神力量相当强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们中国当然是有非常聪明的人 过去写过很多东西 包括诗歌这些 唐师宋主书的世界独特的一讲 我不说这个了 你说小说 最好的例子像《红楼梦》 包括《三国》《水府》等等 有很多是非常聪明 观察 把中国的社会 中国的人情心里描绘得 栩栩如深 但是我从来没有从这些 中国的小说 中国的文学作品里面 感到一种精神的震动 和精神的像撕裂一样的 比如像看托斯托耶夫斯的书 看这些东西 你感到刀在你身上割 但是你还是想看 那个精神给你一个 非常强大的一个震撼力量 就是他有精神的深度 这个是中国文明里面 过去不够的 就是说他没有宗教的 这一点我想 王康也好 正义他们也好 他们都受这个影响 我自己当然也包括在内 都是受这一点的东西 是很深的影响 就觉得这个精神性的东西 中国的文化里面非常欠缺 这个恐怕和宗教感不够 或者根本没有或者不足 有相当大的关系中心 俄罗斯人不管怎么样 你和俄罗斯很多野蛮的东西 但是他确实 你看他在十九世纪的那些大家 那确实是世界上最高等级的那一排人 就是最高等级的那些精神大家 就是世界上大家和文化大家 文学大家 这个中国的你说唯一的能够拿出一笔的 就是红楼梦 但是红楼梦还是不够有精神性 不够有精神性 你没有那种看到精神震撼 当然不光是俄罗斯 你看到法国的东西 英国的东西 他有些小说也有相当强的精神性 但是俄罗斯不管不知道为什么 大概是我们清零的中间太深了太久了 他好像精神震荡还要更深一些 包括托斯FC他的精神深度确实也比较强 就是说对人的那个精神的震撼力 他是和其他的 像没有宗教感的这个民族 是很难以想象的 很难批评 我觉得这一点是确实是非常难 我自己的个人学 我不知道小平你的体会如何 我是 我是谁受俄罗斯的东西之害 小几岁但是差不多应该是受到俄国的 这些精神化的影响 因为当时只有外国的东西 只有这个是最大的影响 其他的都谈不上 对不对 这个观众朋友们 我们今天晚上是请陈辉德先生 介绍王康 很多人 这个问为什么我们要介绍王康 因为王康先生 现在已经进入了生命的倒计时 那么大家很多人关心他 那么我们请陈辉德先生来介绍他是谁 他的病况 他的思想的贡献 那么我再问陈辉德先生一个问题 然后我们看就可以开放观众提问 来跟大家一块来讨论讨论 那么我看的这个应该是驴士纯吧 他在这个写 他说王康是这个相怨 圈如年代里又一个自由的人格 你对这个评价 你怎么看 我觉得某种意义上 我还是比较认同这个 也就是说王康刚才说的 他前面的性格中间 特立独行的性格 使得他在中国的人中间 也特别是在中国的知识人中间 他一下子冒出来了 他有一种就是说 不愿意取从于这个 我身处的环境 我就是要拼了命的 也要表达自己的个性 表达自己的强烈的爱政 这样一个 现在中国普遍 对话一种权辱精神 比较相怨的就是说 随时路流 就是说完全随波逐流的 这样一种生活态度 在王康这种精神 我觉得在中国的 现在的是特别缺乏 而且是特别值得提倡的 他是不管怎么艰难 但是他还是要活出自己的人样来 要活出自己的 活活泼泼的那种生命力来 那种运气来 他敢于在 你看我们刚才谈到 例如他在薄熙的 薄一波家里面 薄一波当时小平 刚才说 他当时中国是个大 相当大的人物了 但是他敢于这样 很多人 即使心里非常的不满 但是就是那个坎儿跨不过 在不敢当面的 说不 不敢当面的 把自己的意见打出去 就是说我不 不计后果 我不知道下面怎么样 但是我就是 要把我的想法 搞出来 这个是中国人现在 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 现在在中国大陆 那怎么说呢 就是说 有些人就说 你们这些人 站着说话不腰疼 你来中国试试看 是可以想象 那种东西 我们大家也非常同情 那种状况 但是 同样的状况 还是有活出 不同的生命形态的人来 这就是一个 你说中国的所有的 我们经常过去来说 中国的司法 中国的知识分子 过去在讲 讲政府的时代 国民政府的时代 是针针铁骨 敢于和蒋介石对骂 敢于和这个 这个活得相当精彩 但是到了1949年以后 个个的拈儿呢 个个的被匍匐 在毛泽东底下了 他觉得 是有根本的区别 一个是极权主义 一个是威权主义 那个极权主义 那个东西 就是身家姓名的问题 当然 这个大家可以理解 是大环境是这样 我要说的是 是这可以理解 但是 即使在同样的 大环境底下 也还是有 陈一雀 而不是 大家都是彭有兰 不是大家都是郭梦若 对不对 还是有差别 即使在同样的 极权主义的 要要毁掉你身家性命的 这种好像一般人是不可能跳出这样高的压力的 但是还是有不同的生存方式 这一点我觉得这是现在中国人 特别是中国知识界要特别提到的 不是说我们命定了这样高压下你怎么办吗 没有办法你除非去死 也不是这样的 就是说还是有差别的 我的意思说还是可以活出 包括像王康这样一种生活形态 他就是和其他的一些朋友还是要稍微不同一点 他就是那个底气就要足一点 他就是要活出他这个精神劲 活出他这个自己 那个本性来 这样一个力量要强大的多 使得他能够冲破一些 大家看来是冲不破的一些 现代的这个切割 所以我觉得这是王康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 我并不是说是 我们王康的那个思想 想法百分之百的赞成或者怎么样 但是这样一种精神气 这样一种精神的骨头 能够撑起当代的中国的 这世界我觉得这是他最可贵的地方 而且是能够希望能够 在往下中国的那个大变动中间 能够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人格形象出现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我们看现在开始回答观众的问题 现在有一个文字的问题 这个老战 举手了 那么老战先生您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